苗林域里出现了镰刀怪客 一名骑士疑似是与一台机车 发生了行车纠纷狂按喇叭 住在附近的民众觉得太吵了 要他不要按 结果对方却从车厢里头 拿出了两把镰刀恐吓 吓得民众用手机拍下了整个过程 有一个人一直在路边按喇叭 我过去叫他不要吵而已 他现在在拿刀 民众的语气充满惊恐惊 因为对面带安全帽的骑士 一脸凶狠手里还拿了两把镰刀 按拿刀威胁 骑士骑上机车专头追上拍摄民众 吓得民众边跑回家边打叫 这个月6号下午6点左右 在苗栗院里的临海路跟中心路口 有两台摩托车疑次发生行车纠纷 其中一台狂按喇叭 而住在附近的民众 跑出来要骑士别再按了 有听到外面一直打喇叭 觉得很吵 然后后来去看他 他在跟一个骑摩托车 两个人在纠纷 从监视器来看 拍摄民众跟骑士似乎有些争执理论 民众离开前还用肩膀撞了对方 骑士当下从车厢里面拿出镰刀 他又骑过来追到我家门口 然后我把前面就关下了 很可怕 然后我儿子一直说叫我不要把门打开 警方目前已掌握该男子真实身份 并将通知道案说明 为什么骑士会随身携带镰刀 得等到他道案说明 警方才能理清动机 但不管什么纠纷 当街亮刀恐吓 已经造成别人人身安全 受威胁 姐中心节苗里报道 相当于一条